设计四月到五月间执行 是布农组一年中最盛大隆重的祭典 设计更是小孩子成长最重要的祭典仪式 是心恋狩猎作战能力 确立个体生命价值 或其社会肯定认同的方式 也是成年礼仪的必修课程 我们布农族的这个契约的过程 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复杂 同时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部落 每一个家庭 这个祭典的这个气势 大不多 因此为了让主人了解 并尊行祭典内容 禁忌更祭歌 佐西江公首特别启办 研习课程 邀请村长及部落领导人 一同研习交流 有关于祭典的一个程序 而祭典的一个内涵 可能不变各部落 大概只有还有几个吉老 比较了解 那一些部落的一个年轻人士 可能对这一段就慢慢就淡忘 或者是甚至于不是很了解其中的一个内容 希望以后我们在部落的一个活动 一个祭养 都是有一个既定的一个程序来进行 佐西江只是个部落 布农族有软舍、郡舍跟丹舍三大群 每一个社群跟市主传统级呈现都有些些差异 这个基点跟每一个村都不一样 一个什么市啊 一个什么都不一样 有一些不一样 那我们上了课之后呢 我现在上了课就 有一些知道了 有别的村有些不一样 但是我也赞成大家的说法 在参与过程中只是晓得说 布农族就是打耳机啊 就是机枪啊 去收骨肠 还有什么禁忌啊之类的 对 今天这个课程中更加深入的了解 什么是射耳机 什么是除草机 什么是收获机 早期传统布农族射耳机 可以说相当严谨 有许多禁忌 落不中所影响性大 不过由于日据时期移住政策 加上获系殖民政权 禁止进行跟童话政策 严重破坏设计点 神圣性及完整性 卓西江希望透过不断研习 让其劳口述历史带领设计 重回传统 更希望让后代子孙了解 来接棒传承计点文化 接着法务了 华林卓西采访报道